气象局发布今年西北太平洋上第18号台风山陀儿的海上台风警报 山陀儿台风在昨天早上8点行程以后缓慢的向西南方向移动 之后再缓慢向偏西的方向移动 到今天早上8点已经来到俄罗安比东南方大约510公里的海面上 预估未来还会朝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移动速度并不快 这样的方向移动 但因为这样的移动速度及方向 我们也预估明天早上8点左右暴风却会影响到巴士海峡 所以我们现在针对巴士海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台风在过去时间其实它增强的非常快 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环流状况 目前它的中心平均的风速已经来到每秒30公尺左右 但是它的西极风暴风半径100 依旧是120公里 我们也预估它未来的强度依旧会快速的增强 很快就会变成中度台风了 事实上我们从整个资料来判断 这台风未来的影响情形 从最近几天大家关心 全世界各应该是我们所参考的资料 大家都很关心 所有的预报模式显示 在短时间之内移动速度并不快 但是在接近我们的过程中 也可以看到台风各个的指引模式显示 它的移动方向有些是比较偏东 比我们的东边海面在更远一点的方向向东北的方向移动 但是有一些的路径就更偏近台湾的陆地 甚至有可能登陆 但是这些路径情况之下 这些资料其实还是不太一致 那至于气象举于目前纵整所有资料 我们预估未来的时间 它在今天逐渐接近以后 明天它的环流 我们看到明天早上八点它的中心 以及未来在星期二和星期三 它的移动方向速度 这是目前我们所纵整评估出来 最可能走的路径 那当然就是要提醒大家 台风其实它未来的整个结构 大气变化会影响到它的移动方向速度 还有多靠近我们 这部分我们会持续的观察 那这样的情况看起来明天接近 星期二 星期三就是最影响 最影响 明显影响我们的时候咯 我们来看一下海面上的风浪 今天清晨到现在为止 蓝宇已经有11级的强阵风 在沿海台中彰化云云的沿海 也有9级的强阵风 我们也预估随着它的靠近 首先除了强阵风会增强以外 海面上的风浪会逐渐增强 首先从今晚上开始 东半部的沿海包括绿岛蓝宇 会有长浪的现象 恒春半岛也有 另外我们看今晚上波浪预测图 今晚上8点 明天早上8点 我们再来看浪高的分布 随着台风虽然在靠近的过程中速度并不快 但是它比较强的浪高区域 也在逐渐在靠近 今天到明天 在东南边海面逐渐它的浪高会增强到3米以上 其他各个海面包括台湾海峡 巴士海峡 东北部海面也会有2米以上的浪高 这直到明天 而随着它逐渐在靠近 整个台风中心3到6米 甚至6米以上的浪高 只要台风陆境很靠近我们 它这浪高区域就会很接近我们 那刚刚所提的强阵风 其实今天气象鼠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 提醒大家 已经有地方有强阵风现象出现 而今天在绿岛蓝雨 还是会有10级到11级左右的强阵风 另外陶竹的沿海地区 横川半岛沿海地区 以及彭河和马祖 也会有8到9级的强阵风 这是有关海面风力 以及路上强风的状况 至于在天气方面 台风的外围云系 我们看到一波一波的 已经移近东边的陆地 我们预估今天的天气会受到影响 但首当其冲影响 今天到明天 首当其冲影响区域 就是东半部地区 来看一下 今天到明天的地量降雨预报 随着台风云气靠近 我们预估 今天在桃园以北地区 东半部地区 横川半岛会下雨 其中我们有发布的大雨特报 大台北 基隆北海岸地区 东半部地区 以及绿岛南雨 将会出现大雨的情况 而东半部的降雨 像东南部和东部地区 它比较明显的降雨 会在今天晚上以后出现 这是今天短时间到明显清晨的降雨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台风环流越来越靠近 东半部的降雨会越来越明显 至于未来影响期间之内的降雨呢 看到这是未来24小时 24小时的地量降雨预报 在明天整个大台北山区 西隆北海岸 东半部地区 以及横川半岛会有大雨或豪雨等级的雨出现 好 这种部分请大家多留意 而明天桃园以北的地区 还有南部地区 以及部分的西半部的山区 也开始会有降雨的状况 同样的 马祖地区也有短暂降雨 但是金门澎湖天气还不太受影响 之后台风很接近我们了 很接近我们情况之下 降雨的形态分布 我们可以看到各地都有降雨 尤其是在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 横川半岛 以及中部的山区 会有大雨或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其中在东半部地区和北部山区 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 那当然南部山区的雨可能也不太小 但是是断断续出现 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之后星期四台风逐渐离开 但我们要提醒大家 我们刚刚所做的降雨预报这些 都是根据我们最 我们刚刚给大家看的最原始 我们判断出来这个路径来预报的 所以一旦路径随着台风的 真的移动以及大气变化 稍微偏近我们的话 降雨的情况除了东半部地区 和北部地区依旧明显以外 如果越靠近 连南部地区的情况是越为明显 台风即将接近要提醒大家 海面上的风浪会逐渐先增强 陆地上的降雨 从东半部首当其中开始受影响 北部地区也会受影响 之后随台风靠近 中南部地区 尤其是南部的山区 也会渐渐受影响 但影响程度 我们会随着整个世界动态 逐步更新告诉大家 可是我们知道过去一段时间 在低下带影响之下 山区已经很脆弱 所以提醒大家 在未来几天台风可能影响 带来降雨的情况 尤其有些地方有好雨以上等级降雨情况 请大家前往山区西国特别留意 还有花冬路段 我们知道现在也很脆弱 所以大家前往这些地方也要特别的小心 以上是这节的台风记者说明会 请问什么问题 想要问一下说 因为大家看这个预测 一次是插边球吗 还是说它其实登陆的机会是如何 我们一开始就先请大家看到 我们所看到的所有预测资料 那所预测资料的路径指引 它的闪度 台湾是细长的 可是预测指引有往东边 从我们目前的主观预测的 更东边的也有 更接近路顶的也有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 当然我们从过去 过去几天到现在 整个台风的路径 以及我们所参考资料的调整 我们就做出目前我们所预估的路径 但是大气的变化 有些事我们没有办法量测到 所以我们会随着整个大气变化 以及台风的情况 来再来看路径是否有调整的状况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 这样的路径情况之下 它非常接近我们 暴风圈会影响我们 尤其星期二星期三是最接近的时候 请大家多留意 那路径的这个转折 可能的关键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也就是它的靠近我们以后 靠近这段时间 今天到明天靠近我们 之后就开始往北北西 甚至往北北东的方向移动 明天到后天这段时间 它在向西北这方向移动 它到底是有没有在继续往西 会不会更靠近我们 如果更靠近我们 未来它在转向的过程中 就会很接近我们 所以今天到明天 将是很明显的观察期 还有一题是预计最快路径的时间 如果台风的移动方向速度 如我们所预估 我们将在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 可能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有哪些地区可能是会有 治灾性的风险 当然首帮能取冲我们有说过 在明天开始整个东半部地区 大台北地区 开始会有大雨或好雨以上 等级降雨 尤其在台风影响时间之内 整个东半部地区和北部山区 可能会有好雨以上的等级 可是只要这个台风的路径 稍微向东偏一些些 可能这些的影响程度 会稍微弱一点点 但台风路径 如果更旺路地靠近的话 连南部地区的雨也会明显 好 这部分会依整个台风 它实际路径状况 还有台风结构的发展 因为这个台风正在快速发展中 然后未来会变成一个中度台风 很快就变中度台风来影响我们 这些都是我们未来会观察的重点 但提醒大家 东半部地区首当其冲 山区 尤其是北部山区要特别的留意 和东半部地区是一样的 让台风路更为靠近 连中南部的山区要特别的小心 好有关 南部 친구�card 我们这 govern 블�文化 减了